同学们大家好 这次课我们继续讲一些AD9原理图的一些知识要点 首先我们还是复习一下上次课的知识 上次课我们讲了层次原理图的概念及实现 层次原理图的概念就是将一个复杂的电路分为若干个简单的子系统 然后它的设计方法有两种 一种是自上而下的设计 就是先有框架然后再绘制原理图 这种是不需要见空白文档 直接通过原理图的标号就直接可以创建新的原理图文档 而第二种是自下而上的设计 是先有了原理图 然后再创建的一个层次原理图的框架 好了关于上次课的复习我们就到这里 你对上次课还有印象吗 如果没有印象赶快去复习一下哦 这次课呢我们内容比较多 可以看到原理图的知识点基本上我们都放到这了 原器件参数设置啊 整体参数修改的问题啊 原理图的打印输出以及自制封装库 然后这次课知识要点比较零散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知识要点的回顾 好了我们先打开AD9软件 看一下原器件参数的设置 其实大家也不用紧张 因为呢这些知识点虽然很零散 但是实际上操作中并不复杂 在我们的工作中多多去练习多去应用 就会很熟练的掌握这些知识点 好了 参数的设计实际上是很简单的 比如我们放一个电容 这个电容是多少m的 放个二级管 这个二级管的型号是什么 都需要放置在这个原理图中 不然我们说 诶那个二级管是应该什么型号啊 这个二级管 我指的是哪个二级管呢 是这个呢还是这个呢 我们都分不清楚 所以像原理图标号啊 参数啊 我们都要写得清清楚楚 如果对于一个空白的原理图稳当 我们放置原器件以后怎么设置呢 之前我们课程中说过了 关于原理图标号的问题 我们可以在这儿进行自动标注 我们这时候需要双击打开 进行设置 这是原器件的标号 原器件的参数 然后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 就是原器件的封装 比如像这个 我们有一个自带了一个封装 但是如果我发现这个 这个我买不到这种封装的 我要换一种封装 我要买成贴片的 怎么办呢 我们怎么去更换这个封装呢 我们可以点这个编辑按钮 选择 你看我们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封装进行选择 如果我们这个封装库里头 我们选择的这个封装库 没有我们想要的封装信息怎么办呢 不要着急 我们还可以从这里去选择其他的封装库 然后close 然后 这个下榨菜单里也有已经我们存好的封装库 就是在我们右侧 跟我们右侧的这个library是同步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边进行去选择 如果再没有合适的 我们还就可以找到新的封装库 在这里我就不做修改了 相信大家都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好吗 OK 然后是不是很简单 标号参数封装信息 OK 这样就搞定了 那我们想批量处理 所以整张原理图上的原器件怎么办呢 比如我不想让大家看到我这二极管的信息 电容信息 芯片信息 我想把它隐藏起来 怎么办呢 我要是单个 每一个每一个这样选择隐藏 好辛苦啊 是吧 如果对一个复杂的原理图 有成百上千个原器件 那不把我累死 所以AD9智能的地方又可以展现出来了 我们选择一个原器件 然后呢 寻找相类似的目标 选择注释这个项目里头 把它选为相同 然后OK 你看现在所有的注释都高亮显示了 我们在空白的地方点一下鼠标 Ctrl加A 这样所有的注释的参数都被选择了 然后Head代表隐藏 我们选择这个钮 点这个X 关闭 怎么让这些原器件 再继续正常显示呢 不要着急 在这里 右键选择取消 筛选 OK 就可以了 我们放大看一下 是不是所有的参数都隐藏掉了呢 这样我们就成功了 好了 这就是整体参数的一个设计 修改 然后还有下一个问题 就是原理图的打印 其实特别简单 原理图 我们选择 先选择 预览一下吧 你看OK 没有问题 然后如果我们这有个打印机的话 直接按Print 就可以打印了 还有一个呢 就是在这先设置一下 然后横向啊 纵向啊 纸张大小啊 都可以 还有第三种 就是 一般习惯于先把它输出PDF 然后根据这个提示 一路next的下去 就可以输出一个PDF的文档 这样的话 我们把 有些不想让别人看到信息隐藏以后 生成PDF的文档 这样别人也不会给我们 影响我们整个原理图的 电路 还有一个 我们会用到的 工作中经常会用到的 就是 帽表 然后在这个report的下面 有一个 我们看一下它的现象 可以看到电容 二极管 接口 然后芯片信息 都反映到这上面了 我们选择 export 就可以输出成 excel 形式的文件 还有一种 很快捷的方式输出 就是report simple bomb 简单的bomb 自动 它就会生成一个 简单的bomb信息 在这里还要教大家两招的是 我们如何快速的找到一个元气键 比如说这个c5 当我们不知道它在什么位置的整张图的什么位置的时候 我们怎么快速的找到它呢 有个快捷键 希望大家能记住 go 然后c 然后我们就会跳出来一个元气键选择的框 对话框 我们这时候选择 c 添入c5 ok 鼠标就在这个c5的位置停下来了 是不是很智能啊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左侧的第二个浮动面板 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元气键信息 按顺序都在这边显示出来了 这也是一个很快速找到我们相应元气键的方法 而且它会自动高亮显示 刚才用快捷键 go和 就是go是h 右边的键盘上h字母右边的那个go c是abc的c 如果我们用go c的话 它不会高亮显示 然后用左侧的浮动面板的话 它会高亮显示的 好了 元力图的这个前面几个小的知识点 我们都学到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下面有个重要的知识点 就是自制封装库了 自制封装库我们在讲之前呢 先了解一下它的知识要点 一个是关于元气键定位元点的问题 其实自制封装库是非常简单的 但是呢 为什么会觉得有难度呢 有些同学 因为它有一些知识要点 你如果注意不到的话 会给你造成很大的困扰 一个是元气键定位元点的问题 一定要我们画元力图封装的时候 一定要在元点周围画 千万不要偏离零点 至于为什么 如果有时间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 还有一个是引脚排序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元力图 你在画图的时候 你排序有问题 引脚排序有问题 是不会有影响的 但是你在生成PCB的时候 如果你的PCB封装和引脚的脚序不对应的话 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引脚方向的问题 引脚方向错误了 这个是对元力图造成致命影响的 就是你看到的连接实际上并没有连接 第四个是一个小贴士相当于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 字母上会有个短滑线 比如说片选信号 表示负的有效 就是低电瓶有效的时候 我们会一般会在CIS上面 用短滑线来标记它 那我们怎么在引脚信息的字母上 实现短滑线呢 一会儿我就要告诉大家怎么做 然后还有一个小贴士 就是说64位系统和32位系统 可能会有不兼容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安装系统完之后 一定要记得用运行兼容模式 在兼容模式下运行 要不然有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好了 注意事项先讲完了 我们进入自制封装库的绘制吧 我们还是以这个案例为例 我们 看看 我们新建一个封装库 新建一个原理图的库文件 OK 它自动出现了一个新的界面 在这个十字交叉点 就是我们自制封装库的原点 我们怎么去新建一个原器件呢 如何去新建一个原器件呢 我们可以在这儿 下拉菜单里选择新建一个原器件 给它起个名字 比如说我们的原器件叫做LED OK 好了 我们再继续画一下这个LED 画线的工具就在这里 我们想要什么形状都可以画出来 好了 下面就是关键的引脚信息了 我们都知道LED是两根脚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 用两个脚去做 而且呢 刚才我们看到了 在我移动这个引脚的时候 它有一端是带一个小的 十字插形的 我们一定要保证 这个十字插是在外侧的 好了 这时候一个原器件就完成了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library放到 这个底下 然后一会儿我们看看能不能找到它 给它起个名字 叫做123 OK 我们再新建一个 再新建一个原器件 那我们就叫 SST 随便起一个 这个我们做一个错误的案例 我们先给它画一个 这个是圆点 然后我们在圆点 圆一点的地方放置一个这个 然后再放置一些引脚 然后 我们左侧的故意放反吧 右侧的我们放上正确的 假如我的五角是一个片选信号 我们再演示一下片选信号 是 怎么 上面画短滑线的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斜杠 在字母的后面加一个 反斜杠 反斜杠在回车键的上面一般 这样就 实现片选的 低电瓶有效 好嘞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我们在原力图这边 找一下这个固文件 看看是否能找到 看看 从这个 路径下面我们看到了 有这个我们新建的 这个123 我们选择 看一下是不是存在了 嗯 存在了 然后有 两个画好的器件 我们把LED拽出来 看一下 有没有问题 OK 连线是没有问题的 是吧 这边连线呢 也没有问题 我为了表示它的 连接 我再画一条线 这样也能形成一个节点 就说明这条线 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画的这个封装 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我们把这个删除掉 Delete 然后我们验证一下 我们这个画的 有没有问题 诶 它为什么跟我的鼠标 保持一段距离呢 我的鼠标的位置 大家猜是什么位置呢 对了 就是刚才我们画原理图的 原点 如果我的原点 如果这个圆基件 画的离原点 再远一点的话 就我的鼠标 拖动的时候 就是我的鼠标 在这个位置 我的鼠标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有可能看不见 这个圆基件 我们试一下再 看我的鼠标在这 好像没有拖子拽到 圆基件 实际上呢 它就在上面藏着呢 对不对 好了 接下来我们验证一下 你看这样操作就很不好操作 好了 接下来我们验证一下 我们放反的四条线 是否能连接 嗯 貌似也能连接呀 没有问题啊 实际上是这样吗 我们在这两条线的 节点的地方 再连一根线 你看 并没有产生节点 实际上 它们是不连接的 我移走 直接就移开了 那我们这边的线路呢 我们连过来一根 哎 看上去是没有问题 再连一根 节点产生了 这说明 这条线和这条线 之前是连接的状态 因为又加了一根线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节点 遍远信号的 低电瓶有效呢 是在单个字母后面 加一个反斜杠 反斜杠的位置 是在键盘的回车键上面 你找到了吗 好了 我们把这节课的知识点 再去看一下 首先是元器件参数的设置 这个很简单 双击打开元器件 就可以对元器件进行设置了 主要的知识点 主要在元器件封装的部分 按编辑按钮 我们可以更换封装 整体参数修改的问题呢 一个是找到相似的项目 一个是整体的处理 一个就是取消选中 取消选中呢 有一个快捷键 叫做shift加C 我们可以把它记住 shift加C键 就可以实现 这个取消选择 选中的状态的一个功能 打印输出 我就不用多说了 自知封装库的要点 刚才我们说了 一个是定位零点的问题 我也演示了一下 如果没有定位在零点 会有什么样的困扰 还有一个就是 引脚排序的问题 引脚排序一定要跟封装库 建立好联系 这个呢 我们在PCB设计的时候 还会再次强调 还有一个就是 引脚方向的问题 一定要让有十字小叉叉的 方向在外侧 与线路相连 然后引脚上的 字母上的短滑线呢 就是低电瓶有效的 标识怎么实现呢 就是在单个字母的后面 加一个反斜杠就可以了 还有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安装的软件 一定要运行在 接种模式下 否则可能会产生 不必要的问题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有时间 再去练习一下 好吧 好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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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